可爱的观众 当梅比乌斯准备用他制造的青石之律者 来对付青石之律者的时候 李懿有没有联想到什么设定呢 没错 那些在往事乐土追忆中 被反复描述的实验伏笔 终于被回收了 在前文明 青石之律者被梅博士封印在一个黑匣子里 但被封印之后 梅比乌斯曾经让华去偷了这个匣子 这段剧情可以在华的追忆裂痕中看到 当然 最后华在梅比乌斯的劝说下 还是帮梅比乌斯偷了黑匣子 而利用青石之律者 梅比乌斯对自己和华都做了实验 他对自己做了实验这个结论就不用推理了 因为最新的剧情已经明示了这个设定 梅比乌斯费尽心思假死 就是为了将自己植入青石之律者的数据中 因为他自己就是人造青石之律者的第一个实验品 青石之律者以为他青石了梅比乌斯 实际上是梅比乌斯青石了青石之律者 不过梅比乌斯仅仅拥有青石的能力 并不具备复制能力 虽然以前他制造了一些病毒在乐土中 那些病毒可以被他控制 当然他也可以用病毒去进行攻击 这弥补了他不会复制的缺陷 但维尔威把那些病毒给删除了 所以梅比乌斯才避开了青石之律者的视线 找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克莱因 让克莱因制造一定数量的仿制病毒 那种病毒可以接受梅比乌斯的指挥 成为梅比乌斯的军队 用病毒去对付青石之律者 这便是梅比乌斯的计划 而华同样也拥有青石之律者的能力 这个结论需要稍微推理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项能力导致的结果 在华遭到青石之律者造物的攻击时 他用神之剑进入了这些造物的思维里 但华却说这并不是宇渡成的能力 他当时也很懵啊 为什么我可以把意识 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中 甚至还能同时控制这些身体 这其实就是梅比乌斯说的 超越青石之律者的全能 在剧情中被称为统一 说简单一点 就是华可以对青石之律者个体 或者说病毒进行控制 关于华被梅比乌斯做青石实验 并且成功的剧情 可以在华的罪意 除了与蛇中看到 刚才已经说过 华帮梅比乌斯偷来了 关押青石之律者的黑匣子 梅比乌斯拿到黑匣子后 先给自己做了实验 然而青石之律者 对梅比乌斯展现出了巨大的敌意 这些敌意 让他的实验 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 于是他转而将实验对象 变成了华 华做实验运气一直很好 那一次也是一样的 青石之律者 几乎没有展现出对华的敌意 并且很快接受了华 显然对华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甚至连记忆体都有统育的能力 根据这些信息 几乎可以断定 现实中的华 除了加楼罗基因 赋予他的融合战士的能力 他还拥有青石权能赋予的统育的能力 乐土中的华 对这份力量感到震惊 那么乐土外面真正的华 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说 华除现在可以狂喜了 因为这份能力 肯定会写在后面的出现剧情里 那将是华的一张新笔牌